拒絕盲目跟從 堅持聖經公義 這裡是 門徒公義 拒絕盲目跟從 堅持聖經公義 今天是2016年的 9月26日門徒公義的 第39集 有我Howie和David 今晚還有子明在推咪 今晚只剩下我們兩個 上個星期就很熱鬧 中秋節有月餅吃 這裡全部都爆了 五個人 今天沒有月餅吃 只剩下我們兩個在這裡 做主持開咪 真的沒辦法 真的沒辦法 是不是要每次都開月餅呢 真的這樣做 這樣不行的 唉 真的很糟 好了 進正題了 今天第一節 當然會講回我們 最關注的題目 就是講教選委的事情 沒錯 我們都跟了很久 對了 阿David 你知道 今天教選委是什麼 剛才 知道 當然知道 我們跟了很久 寫個文 剛才開咪之前 問了你很多問題 你好像不知道 真的 我這段忙 沒什麼 跟得到 要做功課 真的 沒錯 好 我相信很多聽眾 其實 有些人以為知道 發生什麼事 但我可以告訴你 其實你們是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那麼 協助會 上個星期二 二十日 就公佈了 特首的選委 搞了十隻 秋千的安排 以及 什麼時候開始做提名 當公佈了之後 你見連續這幾天 網上真是一片麻聲 又說很離譜 哇 真是穩定 甚至說 不行 我們要想人去抽獎才行 究竟這件事有多離譜呢 我們先聽一聽錄音 話說 散後幾圖盼望行動 以及 香港幾圖學會 在上星期三 即當協助會公佈後 第二天 聯合舉行了記者會 一起去回應整件事 我就先播一播 散後幾圖盼望行動的趙紮人 林子健的片段 因為我們現在認識到 基督教的體制 中派可以派代表 中派以後會有堂會 以及基督教的團體或社福機構 其實它本身已經壟斷了 在四個界別裡面 可以壟斷四分三 即是它的抽籤的機會率 提高很多 所以不像蘇成仁牧師說的公平 不單是不公平 只是穩笨 所以我特別去跟蘇牧師說一聲 它一是就無知 不然我就覺得它是機關算盡 即是在這件事上 好了 最後那裡很簡單講 信徒只不過是佔四分一 而這四分一的實質呢 我們如果這樣講 它需要提名 二十個人的提名 而二十個提名 每個人都要回到自己的教會 找牧師或唐志任去證明自己的身份 大家可能這裡 回界未必覺得是熟悉基督教 我這樣講 基督教是一個宗教團體 它很多時候 不是一種很理性的操作 是一種很 宗教語言式的那種神聖暴力的操作 即是說我上帝沒有感動 我提名黃美鳳 或者我就不會證明林子健去提名黃美鳳 那它可以不證明這個受洗證 或者是教會那個證明給候選人 或者是給這個提名人的 即是它可以這樣做的 我們是沒有辦法去做任何的法律行動的 那故此呢 其實它也可以機關算盡地 有些人是沒有得抽 有些人就可以狂抽 譬如 支持梁美芬的恩福堂 港福堂那些 它們下口成港成千人以上 它要組織人去做這個抽籤 是非常容易 非常容易 但是現在這個狀況 就隨時有政治篩選 是的 同一個記者會裡面 其實還有路小教會的傳導人 彈得志 快必 它這一段就講了 關於八十八牌的事情 或者我們先播放這個聲音 然後我們先一次去回應 如果教會沒有八十八牌 即是沒有申請免稅等 慈善機構等 就不是一個教會 現在的定義 就不是教會 就不是教會 教會是由八十八牌定義的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一件事 但是很明顯他們就是希望用這條界線 來去篩走一些沒有八十八牌 但是可能會有能力 舉戰或提名一些信徒去參與抽籤的一些小的教會 他怕你一大集 譬如我們在路小教會 我們當然要多想一些人 是不是 那些激進民主派 溫亡民主派 進步民主派 什麼民主派 全部都淋進去 那麼我們抽到那十條 全部是民主派的機會 就大了 那麼抽到民主派 他又可能進去玩東西 又進去吃跳 抗議 反人振英 搞什麼都好 好 其實為什麼要抽這兩段 其實這兩段聲帶 基本上就已經解釋了 整個的抽籤安排 有多離譜 或者我就疏你一下 Derek 問你 知不知道這次的抽籤是分四組的 我知道 個人 然後有課會 算了 我說了 都知道你沒有什麼功課 沒有怎麼做功課的 這次 他的安排 真的可以說史無前例 抽籤 大概分四組 包括中派 堂會 機構 以及個人 而中派 堂會 機構 甚至乎你要做提名者 或者那二十個人 全部的教會機構 本身 要根據免稅條例88 去註冊才得 才合乎資格 即是說 就算你想去提名一個人 但你教會本身不是88 就抱歉了 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先下屆 今屆就不到你了 真的 這個離譜的地方 首先第一 就是說 在這種分組的形式之下 你很容易會發覺 其實大中派 是很容易壟斷了 真的 首先第一個組別 一定要是中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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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名 他已經壟斷了第一個中派 第二個組別 是堂會 這樣說明是中派 好像 David你是哪個中派 信義會 信義會 在香港有多少個堂會 超過五十 超過五十 只是假會 只是假會 其他安樂園 或者Killing Ground 唐會也有五十 即是說 例如David的宋義會 假如他要去動員 去參與第二組的堂會 他可以再提名五十個人 已經 已經提名五十個人 接著 到第三個組別 就是在說機構的時候 你又用回宋義會為例 剛才你提過 是不是有些什麼安樂園 什麼社會機構 其他學校 其他學校 多少 多到我自己也數不到 多到我自己也數不到 有些可能我自己也不知道 有些很生卡 或者平時 我不接觸開 即是 我當起碼有幾十 甚至一百 即是說 如果宋義會 又要動員去參加第三個組別 他又可以提名 多幾十個人 已經 你能不能算數 算不到 還未算完 還未算完 第四個組別 個人都可以玩 都可以玩了 即是說 如果 如果宋義 即假設 宋義忠有心 要去壟斷的時候 他便安排 每二十個會友 去提名一個會友參選 宋義忠在香港有多少人 不是特別多 去堂會比較多 但是人 我不太記得 但不是特別多 那當幾百一千都應該有吧 幾萬 幾萬 應該都不止這個數 那我不懂計算了 你幾萬個 每二十個 提名一個 怎麼計算呢 我真的不懂計算 我的意思就是 在這種制度之下 大眾派要去動員 真的很容易 起碼頭一至三個組別 你都已經農用了 而第四個 如果你真的有心想去動員的時候 都可以 是可以的 我們反過來看 作為一些小的教會 獨立的教會 甚至一些個人 我們知道有些 可能雨傘之後 現在他們說 我要參選 去發聲 抗衡這個不公義的暴政 或者教內的黑暗 他們參選的時候 第一個 沒得玩的 第一個沒得玩的 他們不是總牌 第二個堂會 你看他有沒有八十八牌 剛才譚德志說得很清楚 好像他的教會 路小教會 不是八十八牌 他就已經不能參加了 你會說很離譜 原來 如何去定義一間教會 不是按著聖經 不是按著信仰 不是按著水禮 沈禮等等 而是看究竟有沒有八十八牌 我真的 其實 很出頭 完全出頭 有時候 我開始想 不用去問究竟 血縱會有什麼神學根據 只看這個都已經完全離開了 對 就是這個安排 要有八十八牌 究竟聖經哪裏有寫到呢 沒有說寫 有哪裏有暗示 沒有 不說這些 很快就說 獨立教會 也好 或者個人也好 第二個 你已經有玩不到的了 到第三個 不用想 機構那些 不會有 好像宋義中那些 有安老院 學校等等 不用說了 唯一最後就是 第四個組別 個人 好像可以去參與 第一就是 首先 提名你的人 或者你參選本身 你要是八十八牌 我當你有八十八牌 你要二十個人 才可以提名到一個人 如果你教會不夠的時候 可能你要找回 其他教會的一些 同道中人 一起參與 但是 正如剛才 林子健所說 如果你的教會 牧師 本身 是 他站了肚子之後 他不平安的 或者 你要支持 譚德志 或者支持 林子健這些人參加 這些很明顯的抗爭者 就是搞事 尤其是 尤其是 路小教會 大家知道 上屆 參與這個選舉 是絕對搞事 可能你的教會 所以教務 站了肚子之後 不平安 我不支持這些人 不去核實 你的身份 Daryl 你就不可以去提名 林子健 你又不可以去提名 譚德志 在這種情況之下 其實你作為一個個人 或者作為一個獨立教會 就算你想去搞事 我們直接說想去搞事 你也是很難搞得起的 所以為何這個安排 這麼離譜的地方就是這樣 沒錯 那你想想去參選 或者抽籤 唉 參加來 都完全沒有希望 是啊 沒有什麼希望 很快說一下 究竟我們門徒 在這件事的立場是怎樣 其實我們 從今年年頭開始 我們就推中這個棄席 是覺得整個棄席 整個基督教的選委 去參與小圈子的選舉 是不義的 我們覺得 應該是一天一票去選特首 所以其實我們從Day1開始 我們就去反對整個小圈子選舉 所以為何我們一直都去提倡 就是推動這個棄席 所以你問我 喂 會不會貪得意 好像抽六合賽一樣 不如抽一份 我告訴你 我不會的 我想像到 就算我回到教會 問我牧師 拿提避 可能他也是騎了肚子 覺得不平安 很老實這樣說 我們門徒這次 是會有一個角色去參與的 我們門徒這次 是會有一個角色去參與這件事 我們會有一個媒體的身份 去參與這件事 如果收聽我們的節目都會知道 其實我們有兩個角色 第一就是我們一個媒體的身份 我們有網媒 也有節目 第二就是一個行動的團體 而在這次協眾會的抽籤裡面 我和一些團體都聯絡過 都知道他們接下來 都會有很多行動要搞的 包括你會發動一個聯署 他們向協眾會表達 他們覺得這樣的抽籤安排不行 而且在10月20日 10月20日 假如第一次抽籤的時候 當日他們都會去現場 去包圍甚至聲稱 要去佔領協眾會 行動方面 也有些團體 我知道 教會 他們會動員 希望會組織一批人 然後就20個去提名一個 然後藉著這個選舉 藉著這個參選 其實不是參選 這個也不是參選 這個是一個抽籤 還有一個假抽籤 是假抽籤來的 藉著這件事 去帶出一些抗爭議題 所以其實在行動方面 我知道很多團體將會做 或者正在做 所以在這方面 我們會支持 我們無論如何支持這些團體 去搞抗爭 但這次我們會集中 就是做回媒體的角色 這個媒體的角色 就是 這次我們也有一個很大的 我叫做一個敵人 就是教來一些主流的 基督教的一些媒體 因為其實也有留意到 其實也不怕打開名字 其實我講的就是 時代論壇 真的 如果大家有看這份 都知道 其實它也是一個比較 親建制的媒體 這樣 而 其實也要講一點點 其實在我的節目也好 或者在網媒裡面 我是很少去講時代論壇的 那是不是因為覺得他沒有問題 不是 問題很多 多得玩 那只不過因為 其實 可能David也知道 他連莊的時候 還沒有換了一個新的會長 新的 是甚麼叫會長 社長 社長 炒一下你知不知道是誰 我忘記了 又我做廣課 真是 怎麼搞啊 我只換了 任者任志強 任志強 你說我就記得 因為飲者在教內 其實是一個清流 就是我們知道 他是一個清流 對 之前那個就是很建制的 很建制 我教完了 對 說了一句 在年頭我知道的消息之後 其實是有些期望的 也希望 會不會飲者 上了任之後 時代論壇有些不同呢 所以其實一向沒有什麼去報導過 或者去說他們 就是希望都留個機會 就是覺得 可能 任者上了任之後 時代論壇會不同呢 這樣 所以一向其實我沒有什麼去 去著力去說這個 時代論壇 是唯一一次 在上次那宗 歷明門徒事件 時代論壇是否報導我們 說我們是歷明的 我是那一集 或者是那時候 我是提過他們的 但我選擇一個的角度 都是很稀笑怒馬的 當作是一個笑話 是說的 就是沒有直接開拖 但是 任者就連終上了任 到現在都 整個月了 整個月了 都已經 我見到就是 今次在整個協眾會 這個事件裏面 我覺得其實 事多論壇和以前 是沒有變過 整個報導 都是非常親見制 甚至說 對於一些問題 視而不見 我說回 就是說 在上星期二、二十日 當這個協眾會 公佈整個選委抽籤 長期的時候 士多論壇 自己本身是出了一篇報道的 這篇報道 你看完之後 我只能說 我懷疑自己 在《文匯報》 或《大公報》看的 但這篇是在《時代論壇》 那裡報道的 他那條題就是說 協眾會公佈選委抽籤長程 蘇承逸 你知不知道 你知誰是蘇承逸 協進會那個 阿赤 阿赤 他那個主席 是的 算了 放過你都知道 你最近看了 蘇承逸就說 喂 方法體驗公平 這條題 這條題就是 定了他這篇報道的立場 引用蘇承逸 主要就是 方法體驗公平 抽籤體驗公平 剛才說了十幾分鐘 你不要說這是公平的抽籤 這是一個假的抽籤 他覺得公平的抽籤 你作為一個媒體 你報道得 如果你用這個定位去做的時候 你本身也認同 你不會去報道一些你不認同的事情 那裡面講些什麼 其實前面的部分也不用講 他主要是重複回 剛才我們節目說過 整個抽籤的安排 當然他不像我們這樣罵 他是用一個 抄回協助會的抽籤安排 就搬自過子下去 而最值得注意就是後面 後面其實他講一些事情 他就簡選了一個什麼立場去講 他簡選了一個立場去講 他就簡選了一個立場 原來一個記者問了蘇成日牧師一個問題 他就說 如果這次的抽籤結果 抽了出來的人 好像立法會選舉的期間 有些人是因為政治的立場 被政府取消了參選資格 你害不害怕 蘇成日牧師就說 不害怕 一定不會這樣 他就以為自己選舉了一個很尖銳的角度去講這件事 但我就會說 其實 他完全是自己樹立了一個稻草人 去假裝尖銳 政府怎麼會去DQ 整個的抽籤 你根本是扣過四個組別的分組的抽籤 又扣過一定要有八十八牌才可以參與 你就已經被中派去壟斷了整個抽籤結果 中派是什麼 我們知道中派 香港中派絕大部分全部都親建制 你可以預視到 今次出來的十個人 絕大部分 我覺得下年 下年我也不知道誰會參選 但應該都會投回阿爺要支持的候選人 這樣的情況之下 怎麼會DQ呢 大哥 他們不會突然選過 梁天琦出來的 不會選過中畜陽子出來的 不會選過贊成港獨的人出來的 是不是 如果會的話 香港真的變天了 真的 這完全是一個所謂偽名題 而整篇報道的 你會發現 其實他比較抱歉 還會安排 甚至乎 對於我們剛才說的問題 為什麼要分組抽籤法 為什麼一定要有八十八牌 你才可以參與這件事 對於我們說 其實基督教選委 本身是一個擁護 堅固了小圈子選舉 這些問題他也不提 就拿一個偽名題 板尖下去 事實上是想達到什麼目的 事實上是想告訴讀者 製造了一個印象 就是 其實這次的抽籤 都是公平公正的 都是好的 得到大部分的 教內的人士去支持 就是想做這件事 就是想做這件事 所以其實這次我們門徒媒體 在接下來這段時間 我們便會動用 我們媒體的影響力 就是把這件事 真正的含義 真相 重量去報導 希望能夠 同時代媒體 時代論壇 這一類的 親建制的媒體 能夠有一個抗衡 這就是我挑選了 作為這次我們在這件事的定位 和那個角色 這樣 講到這裏 David你不講的 我這樣講完 你真是 辛苦死我了 都很明顯 四組抽籤 其實絕大部分 都是建制玩完 當然你譚德智 可能他真的有機會 會被人提名的 但是他不可能被人抽出來 黃雲這麼多個之中 抽到就真的 上禮之手 剛才我不是說了嗎 你真的 不會 算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回來再來 對 一張 就是 昨天 的 就 就 就 因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